字幕提供 坦白講我並不樂觀 我認為 烏克蘭第一個你要知道 你要去打一個地方 你要做防禦攻勢 那這個地方因為大家都沒有想到要打 所以沒有人做過防禦攻勢 所以也沒有壕溝也沒有碉堡什麼都沒有 俄羅斯也沒做啊 那你烏克蘭要進來做要臨時做 坦白講來不及啊 所以這樣的情況你就守不住 這樣你去看其他地方啊 比如說烏克蘭札波羅斯以北 為什麼俄羅斯不再打 因為人家在上面做防禦攻勢 那頓巴斯為什麼烏克蘭打不進去 因為那防禦攻勢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大概是這種狀況 那這個地方是沒有防禦攻勢 所以烏克蘭你可以看到 他很快就又擴張 可是佔據的都是定居點 那那個在戰略上是沒有意義的啦 因為那個是 烏克蘭之眾嘛 散成一片 你沒有辦法形成一個 守得住的戰略據點 所以你一定要從城鎮開始攻下 那 看起來俄羅斯是要大打一場 為什麼呢因為 他已經撤走了這個地方 13萬6千人 撤軍 撤人民 因為要大打一場 當然是啊 當然是這樣 而且 這個在 今年3月也發生過 就是 烏克蘭不是去打那個阿瓦迪夫卡 那 俄羅斯也是把老百姓都撤走啊 我就讓你進來 因為我跟你講你很難理解那種 地管人稀的國家是怎麼打仗的啦 他就是 誘敵深入 我就讓你進來啊 他讓你進來 土地變得很大啊 那你就密度變低嘛 然後他就把你包抄在裡面變成口袋戰術 上次3月阿瓦迪夫卡 烏克蘭這樣一直進去一直進去 到最後將近2萬人進去啊 結果後來逃出來的只有6千人 都被包在裡面 殲滅了 有的被殲滅有的被 俘虜啊 就這樣啊 所以我說 所以連那個英國的那個 軍情六處都覺得烏克蘭你怎麼那麼冒險啊 因為 他覺得因為增援部隊你再怎麼樣 你不可能比俄羅斯多嘛 就你逼已經不夠了啊 那你一下跑那麼遠 他非常遠 哈爾科夫在這裡 對嗎是更下面 所以他非常遠啊 所以 我覺得俄羅斯就是要製造一種狀況 我逼你從這邊 調兵過去 你兵不夠 烏克蘭本來的戰略也是我逼你從這邊調兵過來增援 然後你烏東的戰爭 就可以 那你太低估 俄羅斯的兵力 他很多 那兵力比你多太多了啦 而且 我跟你講啊 烏克蘭在敦巴士這邊的兵力啊 了不起就十幾萬嘛 俄羅斯進來的兵力已經有超過40萬了 那他還有國內的啊 所以人家說 像811洞 海軍步兵師喔 他過來了 瓦克蘭過來了 那接下來只要有一些 預備兵進來就好啊 就是 預備兵就是做一些後勤啊一些雜事嘛 那 老練的打前線嘛 就變成這樣嘛 所以他要 他要鞏固那個 預備兵是蠻容易的他只要給錢就好了 那他政府不缺錢嘛 你烏克蘭有錢嘛 而且重點是你調不到兵 而且 你如果被迫從 敦巴士這邊 把兵調過來 他趕快就打出來了 更往內部深入了 他不管啊 你上面的默契破壞我這邊默契破壞 對對對就會變成這樣 而且 不排除使用 小核武啦 那就很慘 因為俄羅斯 有人估計過他的小核武已經可以小到什麼程度 聽說可以小到3000 那就是大概炸掉一個陰的兵 那就蠻可怕 就是我不管啊 會不會合乎社領家的事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 因為這個國家你也知道吧 兩邊都是狠人啊 兩邊都是狠人 都是戰鬥民族 對 所以你認為烏克蘭的這個戰略 而且我認為他 搞不好會遷入到波蘭 因為他現在點名波蘭嘛 所以他這個戰略想要用這個土地跟俄羅斯交易 這個戰略你覺得不可能成功 我覺得他是被逼到啦 因為他覺得談判快到了 談判快到了 對 不管是賀錦麗或川普 如果是川普他是百分之百 而且川普已經揚簾了 說我11月5號如果當選 我就開始 促進談判 我不會等到1月20號 那都放話 所以 我覺得他沒有籌碼 那你怎麼談判 因為俄羅斯不會撤軍的啦 那你如果手上沒有一個東西 你憑什麼叫人家撤軍 就有這個問題嘛 所以 他的必須要創造 無中生有創造 把籌碼找出來 然後跟人家做交易啦 這個從邏輯上是對的啦 可是 裡面有那個實力嘛 實力上辦不到 對然後就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對這次會不會有反效果 就是說呢本來 我就是談判的條件是這樣 我跟你講喔我認為這個也是 賀錦麗 選舉的最大變數 因為可能會加速烏克蘭崩潰 因為本來大家預期11月5號之後再說嘛 你說這個會在11月5號之前 這個戰爭不會打太久 不會打太久 兩邊要都要徵兵的時間還是需要一段 所以 所以普京這 快要10天了嘛 他沒有動啊 對都沒有動作 那個大家最害怕 這要動員彎才要打啊 那個阿瓦提夫卡也是這樣啊 他就讓你進來嘛 然後他的兵力就這樣這樣這樣 就牽進來了 把你包在裡面 那就在那邊激戰 大概兩三個禮拜吧 跟絞肉機一樣 死傷慘烈 我覺得俄羅斯 在歷史上 習慣這樣打仗 所以他不怕持久戰 因為 老子弟多啊 實際上我跟你講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啊 庫爾斯克 州 還有烏克蘭的邊境啊 就這一帶啊 就是納粹跟蘇聯 坦克大會戰的地方啊 那個時候雙方動員多少人你知道嗎 298萬人 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大 很大 這個還包括烏克蘭啊 坦克大會戰是還包括這邊 死了150萬人 這麼慘烈 對 雙方 那進來的坦克 6980輛坦克 這歷史上有名的戰役啊 所以 烏克蘭這不是捅了個馬蜂窩嗎 不是吧這個富貴險中求嘛 富貴險中求 不然你沒有籌碼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我們就叫做 最後一搏啦 我們從談判角度就是 他要出其不義 那搞不好摸到啦 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蘇甲就被他打下來啦 You never know 就是不信沒有打下來嘛 他本來想的就是 我沒招了嘛 那我只好去 看能不能把蘇甲給打下 突襲他 然後 他不能把貝爾克羅德也打下來 就這樣嘛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也不能說他不對 可是你沒有這個實力 那就發現到這裡就卡住了 就 進退不得嘛 那個故事聽起來蠻悲壯的 我跟你講 二戰就有好幾次叫做 屠川 屠川戰役 那個都是絕望中的最後一擊 這讓 納粹也搞過啊 這在柏林保衛戰之前也有這個 好幾次就是屠川的戰役 那有成功的嗎 沒有 沒有成功的 因為基本上就是人家包圍你嘛 那你要屠出去嘛 這個那時候難度已經很高了啦 那 只有看過 屠退 都個人各大撤退 成功的撤退勉強還有可能 那個還接得到 那個納粹的情報錯誤等等 屠川 成功的真的機率不高啦 這個 歷史上成功的例子不多啦 所以奇蹟是很少發生的 對可是你面對優勢逼利你怎麼辦 人的期待真的有奇蹟出現 對啊就是這樣啦 這是普丁的雷霆之怒 為什麼因為他的雷霆之怒是表現在他的驚天一櫃 也就在南澳賽皮 對著他的 20年前嘛 的 應該是20年前 他的那些孩子被殺 的墳墓 他這一櫃 說我們一定會急凶急到底 他在這樣的一櫃 意思也就是 烏軍美軍外國傭兵侵入 俄國領土的這些人 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會把你殺掉 這個是一個意志的一個表現 那現在的 執行開始了 所以當普丁跪完了以後就開始執行了 執行你看已經連續幾波 對於 烏克蘭的十幾個州 的民生設施進行大轟炸 這是一部分而已 而且它是連續性的轟炸 就是讓你整個烏克蘭過不了冬天 這是第一波 第二波你看他的精追部隊已經開始合龍了 空江部隊五個旅都已經到了 五個旅 烏克蘭進去的是三個旅 三個旅我們估計大概被 吃掉 快半個旅了 有可能一個旅 所以可能只剩下兩個旅左右 那兩個旅是攻擊方打進去了 他現在變成 從主動攻擊轉變成為被動的防禦證實 可是由於你在那個地方的時間很短 而且那個地方的面積很大 然後都是小村落 所以沒有天險 沒有天險情形下你要建構 簡易的 的防禦公式 那基本上是脆弱的 好 那你被你就變成你又退不回來 你就在那邊守成為一個 簡單的防禦公式 可是你又是機械化的 因為都是坦克車 跟這個裝甲車 就在那個地方 那俄國把它擋住 現在是五個空降旅 特種旅 都已經進來了 那你想 第一個他把你的後路切斷了 因為他的補給路線不停的在轟炸 所以他現在的彈藥 要往上推送就難了 因為一直不停的炸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你要退回來也難了 因為他把你的重要交通要道 都在進行控制攻擊 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那是在俄國的境內 那你想當他開始分骨切斥你 吃你的時候 他把你遊生戰利都吃光 而且不讓你投降 或者是你一投降 他把你用恐怖主義者 的身份 去送到法庭 那就不是戰俘喔 那就不是交換戰俘 罪犯 那是罪犯 那是恐怖主義 所以恐怖主義就分散到 俄國的各個監獄 去關恐怖主義的監獄 那他們在監獄裡面的下場會怎麼樣 所以那些 那些投降俄補的就不再是投降的士兵 依照 變成責任 變成責任司機 然後台灣的這些軍事的負責人 變成 他們的陸軍司令 以後害死的就是台灣的年輕人 我現在這場戰爭喔 烏克蘭還能夠撐到 11月5號嗎 就是說俄羅斯 會在11月5號以前 把這整個 烏克蘭的這個軍隊 剛才所說的這個 最後的 精銳王牌 給見面嗎 我覺得他不急 他不急 他不急 他慢慢來 因為那支部隊沒有什麼作用 第一個 他所控制的那個區不是戰略要地 第二個他沒有 稀有物資 為什麼他是廣大的農村 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 那他冬天怎麼過 他靠什麼沒事 他跟你慢慢耗就好了 他跟你慢慢耗 他不急啊 所以他的人是把命保住 然後慢慢的把你的人殺光 他殺了慢慢殺 他慢慢用直升機去K你啊 用火炮K你啊 然後慢慢的去把你吃掉 那他盡量讓他的人不要死啊 然後盡量去死烏克蘭人 他不急 那你開始要進入冬天 請問這支部隊進入冬天以後怎麼辦 有沒有後勤支援 農村 農村 沒有大的糧食的積蓄 你在你這個農村幹什麼 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他不是戰略要地 他不是十字路口 他不是稀有金屬 他不是有貴重的那些工業基地 或是大的城市被你控制住 都不是耶 他是散落在 80幾個村莊 而且每個村莊都小小的 我就想不通你控制那個地方幹什麼 那片地沒有價值 他是一個緩衝地帶 那你想想看 對於 澤連斯基來講對於當地的指揮官來說 他怎麼過冬天 他不急 對普丁來講他 你沒看他慢慢來 他繼續把烏東的 這個 紅軍村打下來 也是重點 那這樣美國會喘一口氣嗎 因為 現在拜登政府應該非常擔心 烏克蘭在11月5號之前就投降 他 沒辦法喘氣啊 因為 重點不在於北部的投降 重點是在於 突破了紅軍村之後 紅軍村他就是一個交通的十字路口 他的路線大概是這樣 這是頓內茨克 然後這是 赫爾松跟札普羅任 中間就是這一帶 那他的 這個紅軍 紅軍村的 交通就一條是往這邊走 一條往北多 就到哈爾科夫 一條往南 他是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條斜的 他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塞 那旁邊這邊幾乎就 比較沒有就無險可守了 因為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村莊 那就是一段距離了 如果這個紅軍村打下來的話 那你烏克蘭的防線就崩潰了 崩潰以後他們要退出下一個防線 下一個防線那就是幾十公里遠 那這樣的情形下 那個俄軍就慢慢的縮小包圍圈 因為 在他的後部就是赫爾松了 札普羅熱了 因為赫爾松在下札普羅熱在上 那你想想看兩邊就把烏克蘭的這個部隊就夾在那個地方了 我個人是認為 普丁的 戰略 野心應該是地虐薄荷移動整塊地方 那當他把南部的這塊地方 吃下來了以後 連成一片 那他就可以開始包圍哈爾科夫了 他是慢慢打的 所以對於 烏克蘭來說的話 紅軍村是絕對不能丟的 可是如果一旦丟了 那就往後撤的話 他的部隊就被擠在更狹窄的地方 這個對於烏克蘭來講是很不利的 坦白說對普丁來講他也不是在乎你美國的選舉 照他的節奏 他照著他的節奏走 美國的選舉 嚴格上來講 如果今天是特朗普取勝 特朗普就把烏克蘭賣掉了 我想這個已經大家都可以理解了 那如果是賀錦麗的話 坦白說 那美國也有心無力了 結果他還是想支援 可是波蘭已經告訴你說我沒武器了 波蘭已經投降了 打退堂鼓了 那美國 德國其實也打退堂鼓了 德國說到明年再說吧 那你看兩大國 已經打退堂鼓 法國是一張嘴 法國到現在沒有給東西 他每天嘴巴講得漂亮 這個天花爛醉啊 我要給你 這個 飆風戰機 但是一架也沒去 連2005型都沒到 2005他已經不量產了 台灣還弄 還在玩的這20年的戰機 他一架都沒到 火炮也沒到 然後英國也是一張嘴 我們一定會再給你 但是我們也沒看到現在工黨政府有再送過去 好那 歐洲的四大國都是嘴炮 然後義大利是 不管我的事我還是要去吃我的披薩喝我龍酒 那義大利也 但是不要碰到我 義大利態度 那請問 烏克蘭現在靠誰 靠波羅的海那三國 立陶宛 立陶宛就台灣 再給我12億美元 你不給我我就不給你好了 我就把你的招牌拆掉 我就掛上另外一個招牌 你搞不好就是這樣完了 對不對 那到時候倒楣的又是我們台灣 好那問題就 就在於 歐洲的那些小國沒有作用 大國現在都力不從心 那最後如果賀錦麗 也力不從心的話 你烏克蘭的下場怎麼樣 就是沒辦法撐下去 沒辦法 不過他9月份的時候說他要去美國 然後呢要告訴拜登他要如何勝利 要給 拜登一份勝利計畫書 他的目的就是要拜登解除 武力的 讓我的飛彈可以打遠一點 對就是你給我的武器我可以隨便用 我可以打 俄羅斯的煉油廠 因為他的勝利計畫就是打他的煉油廠 其實說穿了 就是把俄羅斯的天然氣管煉油廠就炸掉 就這個意思 烏克蘭並不是說一定做不到 他一定有能力造成俄國的一些損失 但是拉夫羅夫的態度也很簡單 如果你美國一旦這樣做的話 那這個已經不再是俄武的戰爭了 這就是俄國跟美國的戰爭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我俄國的武器使用原則已經改變了 我就要感覺到威脅 我就第一時間使用武核武 那你信還是不信 那英國人是走不信 那他當然不信啊 因為天大有人頂啊 那就是美國頂啊 美國人說我在想想 所以現在 我覺得責任司機去 但是他只是 這個小丑來了 應付一下現在很煩 現在看到你就很煩 那拜登已經無決策權了 賀錦麗也是虛應故事嘛 但我現在還是候選人 等候選完再說好了 然後特朗普也會說我現在沒當總統 那你覺得他去美國幹什麼 那拜登一定隔在那裡再研究一下 再想一下 所以我覺得 他是作秀啦 因為他現在很擔心 還是去尋求什麼政治庇護 之類的 政治庇護也沒用 因為他俄國我大概已經可以遇見了 可能他跟他太太或是小孩 或是在什麼地方 哪一天去看電影的時候 或者是他想 上百老會去演 那個去客串演出或者是 坐在那邊看的時候突然間就再也不起來了 他也被視為恐怖份子了嗎 他已經被視為 普丁絕對會追上他到底 他現在只要尋求如何 尋求身家保障最重要 安全 活著最重要 很難啊 這就要講 澤倫斯基這個人 因為他是一個 丑角出身的 演藝人員 喜劇演員 喜劇演員 丑角 誇大了一點 喜劇演員 他演的是總統好不好 他在那個喜劇裡頭 演總統 丑角啊 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跟正規出身的軍人 跟正規出身的 政客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的思維是非常跳動的 就好像川普一樣 你知道 不安排排理出排 如果他是一個正規軍事 出身的軍事領袖的話 他不會做這種事 他如果是一個 正規政治人物出身的 他也不一定會做這種事 在這個時刻 忽然間這麼跳痛的跑去打了俄羅斯 就是因為他是澤倫斯基 他哪裡有 什麼框架可言 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劇本就要寫一個 出乎人意料之外的surprise 他有收視率 好 那他的思維是什麼 就是一個市井無賴的思維 你不要想 他就是因為 他這個市井無賴我還挺佩服他的 雖然他根本上 就是毀了烏克蘭 他今天這個仗已經打不下去了 然後呢 然後拜登垮了 對不對 他那時候決定俄羅斯的背景 很可能 全世界都說川普要當選 那川普要當選 一當選 一定 多少 時間之內 你就完蛋 你就等著完了吧 48小時 你就掛 你們就 投降 你認為澤倫斯基怎麼想 宣判你死刑了嗎 你完了你就是等著 被收拾 對不對 好 在這樣的一個局面底下 他馬上派了人 去見 還在管 不是喔 王毅 他的外交部長 就去見了王毅 美國那邊當然還是要 川普不會理他的 他去見了王毅 在廣東吧 我記得 有他外交部長 不在北京 在深圳還是廣東 在廣東 談了好幾天 談了那麼久 然後在他談的同時 你就看澤倫斯基那個 這個德性 他 所以我說他是市井無賴 你懂嗎 他不是一個大國 他不是大國 人家國比我們大多了 他不是那種大國的 傳統外交的那種 做派 他就是我 就是市井無賴 對不對 我就是死纏爛打 我就是現在看到苗頭不對的時候 我就轉過來趕快來報中國 但是他不是聽中國大陸喔 他不是來求饒 他是來死 虎腳蠻殘的啦 您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知道就說中國大陸這時候可以起一定關鍵的作用 但是他並沒有要聽中國大陸的 好 所以 他還是這個 澤倫斯基還是要提高自己的一定的籌碼 我問你 你現在談 或者是川普當選了之後談 澤倫斯基就是沒得談啦 就是被談而已啦 被解決而已啦 不是嗎 因為他輸成這樣 他能談什麼 就是 俄羅斯要求的不過分就照 就照這樣 做了對不對 給我壓了 對就天下太平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澤倫斯基就是一個 垃圾了嘛 但我覺得澤倫斯基就在做最後的掙扎 他就不偏步 我要幫我自己憑空 創造籌碼 憑空啊 他真的是憑空啊 所以我說他就是市井無賴 去賭場賭錢的 對不對 他哪裡還有資格上這個桌 賭場賭錢你就是有去拉 吃餃子老虎的份啊 你憑什麼上這個桌來賭 有的時候你上這個桌來賭 賭德中撲克會幹嘛的 你要有一定的賭本嘛 對不對 起跳是多少你才能夠上這個賭桌啊 他現在眼看了連這個賭桌上桌的資格都快沒了 所以他先找人家 然後還說 你們 來烏克蘭跟我訪問 他還 他還白譜呢 這意思就是說 這個外交部長講的還不帥 好你啊 我還 一個這種國家他還擺出 你懂嗎 先外交部長他最後我 烏克蘭 責任司機決定 然後我們再來談 他拉高這個東西然後同時呢 沒多久他就去打了俄羅斯的本土 你看 他就是製造一個不存在的籌碼嘛 但是 他這不是市井無賴是什麼 這種事情他都幹得出來 你都已經大軍潰不成軍了 人家都已經打到你的家門口了 你都快守不住了 我放著這邊不管 打到家門口怎麼樣 我就偏到你的 其他的店裡面去潑一盆糞也好 潑泳氣 對不對 我就去弄也好啊 你看 他就是可以這樣耍無賴搞 我就硬搞胡搞瞎搞 他去搞了以後 他也知道 我這哪算什麼 大規模反攻啊 我這哪算什麼 殺到俄羅斯他家啦 他真的還能夠 怎麼樣嗎 不能怎麼樣 問題是他一打你看看 全世界西方媒體都讚揚啊 打到俄羅斯了 奇兵啊打得好啊 打到 普丁瞎眼啊傻眼啊 怎麼樣怎麼樣 盛戰一番 你看他多厲害 你不要小看哲倫斯基 他就是因為這種出身 他就是因為這種 喜劇演員 醜角出身我告訴你 他就是知道醜角出身 我怎麼樣用口袋裡面我空空的 我還可以製造一個騷動 然後我懂得反正下面全部都是我職業觀眾 我只要有動靜 他們一定給我鼓掌 敲鑼打鼓 鑼鼓喧天啊 他就吃定了這個啊 然後搞得好像他又有什麼樣 搞得普丁好像 這個 蠻臉鬥啊 掛不住對不對 所以啊你看 他就是這個耍無賴的打法嘛 在真正的 軍事意義上面是沒有的 零 這叫做垂死掙扎亂掙扎 但在政治意義上 公關意義上面 拖時間的意義上面 增加自己上桌籌碼的意義上面 有多這麼幾分啊 他最近吵著要解除遠程飛彈限制 就是希望我有一顆飛彈 能夠直接打到 莫斯科 對不對我這個戲就演 演更大了 更空洞了 我就說他很會演啊 你們看哲倫斯基 真的很會演啊 你說底下那些 他比較像陳水扁 那麼多鼓掌的觀眾 會不會有人投婚了說好我的飛彈你拿去用吧 不敢 不敢 沒有人 會昏到這個程度 不敢 不敢 但會不會偷偷的給 不知道 但不敢 絕對不敢 明目張膽給 普丁那個核彈是會按下去的 對不敢啦 誰要當 這個 而且你現在歐洲都非常的動盪 然後國內的問題非常的多 所以誰要去當這個出頭 的人 誰 那所以 誰 英國嗎 法國嗎 美國嗎 不可能 美國現在 每次 烏克蘭有什麼動機 都一直否認 跟我無關 不是我指使的 不是我 都是這樣子搞的啊 所以我覺得 自顧不暇了 然後你看德國因為這個北溪 就是你 澤倫斯基叫人來炸的 對啊 德國更不可能了 所以 反正他就是很會 你知道 我就跟你講他就是市井無賴嘛 吵著你 大戶人家不得安寧 他沒差 我不要臉怎麼樣 對不對 我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得出來 我就讓你不得安寧 我就 沒有成本的嘛 對不對 我每天都在講說你 你來欺負你打我 你打我 你咬我 我就怕你不咬我 告訴你隔壁王家 你不要以為你平家多麼大 隔壁王家比你更大 還有那個皇家 還有那個李家 都會來著急算帳 他們明天就很大 是不是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澤倫斯基 這是最後的鬧劇 是個 他就這樣搞 對 但最終 那不然你要他怎麼撐這一段 大家都說是垃圾時間 大家就在等美國總統選舉 這還好幾個月啊 他可能撐到賀錦麗 他撐到賀錦麗當選的話 對啊 他有轉機嗎 撐到賀錦麗當選的話 就是會好一點嗎 特林最近不錯喔 不錯啊不錯 對不對 領先7個百分點 不錯啊 如果撐到了賀錦麗當選 澤倫斯基就得救了嗎 就好一些嘛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 反正他現在是爛命一條 他有差嗎 對不對 跟你配了 對啊 他就是 他當然會好很多啊 他當然會好很多 那川普會怎麼 會怎麼搞的 臨時他 嚇死了 所以 當然會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 澤倫斯基啊真的是 有夠有細的人 他也沒有那麼乖 他也沒有在聽中國大陸的 他就是糊弄全所有的人 包挖歐洲 包挖美國 不是嗎 他就玩你 他就敢玩你 就怎麼樣 也是厲害啦 那美國 最近民主黨的聲勢這麼好 你覺得 賀錦麗的贏面是不是現在 比川普高很多 我覺得好 好 當然比那時候 拜登 換下來的時候 好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個 美國擔心川普當選的力量 團結起來 因為真的很擔心 那因為賀錦麗的出來就可以 要反正就有一個人可以團結這個力量就可以了 那這股力量團結 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他是美 他是女人 然後又因為他是 他是黑人 那這剛好呢 就是挑動了川普的 一個最弱的身心 他遇到女人 他就 他遇到這些 然後所以川普就開始 口不擇眼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川普選的副手 這兩個人 都是非常極度的 這個白人 然後殺豬 那種男性殺女主義 醜女 對 所以他們的主張很多的政策 我看了我如果在美國 我是女人的話 我不管你今天賀錦麗是誰 我都投了 因為我看到川普我真的太害怕他會當選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認為不只種族跟性別 還有之前的年輕選票 年輕選票本來是支持民主黨的 但是因為拜登 沒有處理好巴勒斯坦的事情 所以我可能不投了 但現在賀錦麗出來我可能又會去投了 所以年輕選票 婦女選票 還有少數 族裔的這個黑人的選票 不分 其實是不分 歐巴馬都喊成這樣子了 黑人應該要回來了吧 就是部分會回來啦 那我覺得就這些 回來之後 他就會穩 因為本來民主黨就不弱啊 民主黨本來就不弱 他就穩住了民主黨的票源跟正角 所以我才會說最後是五五波 那就看 你就要一個 因為他們這個民調 不能轉換成 選舉的輸贏啦 你要看 各州的 對 你要去算 你要到時候去算 所以其實我當時就覺得 你把拜登換掉了以後就會五五波 因為 雖然他被殺 被刺殺 可是因為離選舉真的太遠了 對 而且他們兩個人 反正接下來就我剛剛說的那些原因啦 所以我覺得是五五波 然後賀錦麗是有勝選的 的機會 我不曉得美國人對這兩個怎麼會那麼高的期待 對啊 只有這兩個能選啊 我覺得這兩個一樣差啊 有什麼好期待啦 那就拔杯嗎 你想想看他不是沒幹過美國總統 不過就是那個 那個樣子 賀錦麗更差啊 對不對 一推出經濟政策被罵翻了 兩個都空心大老觀啊 他只會整個反中反中 抗中 他什麼事能做 他什麼事不能做啊 美國要衰落都會不斷出現這種 昏君啊 這種昏太后這種昏皇帝 沒辦法 那美國現在好像缺少 柯林頓跟歐巴馬 太差了 連希拉蕾都比不上 我拿他比希拉蕾 希拉蕾罵我 你無弱啊 對啊 根本就是大白目 這個是一個腦筋有問題的 然後 還有一個 一個失智的 所以 接下來的這個美股的這個動盪會很大嗎 會比較大 當然最主要是 降息 第一個 美國降息的幅度跟速度 什麼時候會到 降息的 利息的谷底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一個叫做 Incomplete Information 是一個不完整的訊息 是一個不確定的訊息 是一種小型的灰犀牛 那所以大家就會猜 你們猜說 哎呀降兩碼啦我降一碼啦 那我股市該怎麼反應 因為有些銀行股跟這個有關係啊 那銀行股波動一大就會帶動很多股票波動 然後 失業 數字又不太穩定 欸怎麼搞的 分析農就位數字什麼4點多超入預期啦 啊到底失業是誰 一發現 哎呦 科技業才很多 那要不要丟科技股啊 所以 這種數字處在一種 不確定 股市的波動代表 股市所得到的訊息 是 不確定 不完整 不完整 是公收公由離婆收婆四道 蔡總統說黃金會漲 貧購人說不會漲 哇 股市就會漲漲漲 不會漲跌 就這樣子啊 那會這樣 川普贏 克警利贏 川普贏 賀警利贏 也是這樣 也是跟民調有點關係這樣的活動 對對對 那怎麼辦呢 應該不會發生像之前這個突然暴漲又暴跌吧 就雲霄飛車就是 日本 突然的那一個套利 交易 平倉的回憲 不要怪日本 喔 不要怪日本 對不對 日本只是最後一隻老鼠 怪日本日本都冤枉 就像大陸 或者台灣 或者很多人 經濟學內的不好 都把日本衰退三十年 怪著在廣場協議 我一再跟大家講跟廣場協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廣場協議簽的有五六個為什麼只有你日本有 對不對 同樣吃這一體藥為什麼只有你生病 那不是你自己有問題嗎 馬克有沒有 德國馬克有沒有 沒有啊 德國照常星星 這個 這個 非常爭生日上啊 法國有沒有 受什麼 什麼呆治三十年也沒有啊 當時簽了還不止他們兩個好像還有哪幾個國家 有沒有 都沒有啊 那為什麼日本 問題出在日本嘛 這個觀察節只是個藉口而已 對 藉口而已對不對 不然 如果說要 反美仇美喔 我絕對不會排到No.3去 我對美國整天罵 我看不慣美國總統那麼差 對不對 我在美國總統都罵了 罵到了 我跟大家坦承 我在小妹 三妹 節目裡面我拿給大家看喔 罵到這個 前段時間喔 川普的競選幹部送了一個川普酒給我 真的假的 下次親你來喝 說你不要再罵川普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 川普的幹部送來了好好笑 好好笑 沒有 我說我做一個 一個 經濟學家 一個 歷史學者 做為一個看盡人間煙火的 我是希望你好啊 我是小鎮的醫生 那看到大家每天在抽菸 吸大麻 我覺得你們死定你們健康 我當然出來罵你們啦對不對 那 日本的套利教育會戶 每天都在套利教育哪有哪一天停 多跟少沒有停過 為什麼 這個是銀行跟金融機構 還有很多投資機構的正常活動 可是這個套利的 動作那麼大規模那麼大 都很大啊 每天都很大 都很大 你先拿了嗎 我跟大家解釋 我講個例子 我有哪一年 我看到那個日幣有怪怪的 我就 我現在可以講的 我在跟澎湖來講 對 這個喔我們套利可以撈一票喔 澎湖來說真的嗎 叫我們去研究研究 發現欸 蔡文講的好像是真的 所以我們中央銀行進去喔 超 日圓超低 聽說賺了100億 賺了100億 你看 規模多大 不然中央銀行100億是 小玩一下而已 他一年要負責賺2000億啊 對後來講1000億 所以他跟我講說 欸 你如果看到哪一個貨幣有什麼動靜啊 你跟我們講一下 我又沒拿你薪水對不對 你有沒有自行訴訟以上 所以大概是 是這種情形啊只是量多量少 對於整個外匯市場跟債券市場 股票市場衝擊力道有多大而已啦 因為在股票市場上面 在債券市場跟外匯市場 這三個的交互運用 就是 套利交易的基本 那套利交易有正面有負面的效果 那美國是全部開放 毫無限制的 所以這為什麼美元會變成世界貨幣 就他資本市場完全開發 其實沒有限制 日元日幣還有點限制 比如說 我今天 看日幣日本股票漲太多了 我就 跟你借日本股票 我就去把它賣掉 賣掉我等它跌下來 我來借回來 這是第一種 放空 然後 我認為 日本的股票會跌 那資金就會離開日本股市 第一個就會留到債市 所以我就用 我借股票以後我就借一筆錢 去買日本的債券 等了日本債券上漲 這第二個動作 那我覺得 第三個日本股票如果跌 日本的債券會上漲利息會下跌 利息下跌的話跟美元的利息差距會擴大 然後日本的 這個 日幣就會貶值 美元就會升值因為我會把 很多人會把日幣換成美元 這時候該怎麼做 我就去借日幣 去賣掉去換美元 美元去投資美國日本的 的這個債券市場 有沒有看到循環運作 這投資機構是每天在用的 雖然每天投資機構 像我以前在外衛市場上我就 敲個二郎腿坐在看底下交易員 因為我是老大 我就 欸 教理 那個 該不該那個 放空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法國法郎 他就看到為什麼 你算你算你算 你不敢的時候那好 我先放100萬 因為你有額度 然後 看一看 好像真的喔 加碼 然後 隔壁聽說 貧修林衝進去有放空這個法郎 豐湧而去 隔壁一朗聽到了 哇 結果 你就先撤退了 別人蹦 就下去 每天都是在幹這種事情 那你說這有什麼生產力 這個在處理 市場上 訊息不明確 必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活動 因為這是一個保險 就是說到底這個消息比如我們舉個例子我們說 AI會不會泡沫化 有人說會 有人說不會 會的人也有不同的類型 什麼時候會泡沫化 兩個月 半年 幾年 考慮都不一樣 我說不會的 我就說啊 然後我們就來讀NVIDIA 你看我說NVIDIA上次不砰就下來了嗎 你看看 好像 暫時不會泡沫化 砰砰砰又回來了對不對 就這種現象 那 你說會不會泡沫化 我說不準 你也說不準 可是 我們做經濟分析也是在判斷說 到底有多少人都會泡沫化 對不對 而不是 會真的會泡沫化 大家認為他會不會 認為的人是不是手上有籌碼 你如果光認為 可是你手上沒收碼 你就白講 在旁邊話修吃瓜了是沒用的 那你沒有用的嘛 所以 所以這個 日本的套利交易 就一直在 只是這個目前的衝擊力不大 衝擊力不大 當然歐洲人 大家都怕川普當選啊 歐洲人很怕川普當選 這事實 他們現在覺得說你可用一個 無用的 一點用處都沒有的賀錦麗 也不要川普 所以川普 現在不是你喜歡誰 是你 怕誰 不讓他當選 其他人都可以 不然去年賀錦麗啊 行情很差 那怕說拜登突然掛了賀錦麗接班當總統 這是美國的危機啊 現在 賀錦麗不是美國的危機 是美國的救星啊 真好笑 真好笑 現在是全地球村搶救賀錦麗啊 因為沒有人知道賀錦麗會做什麼 還在 欸 你要申請什麼工作啊 還在這種階段啊 不過這是美國民主政治 以及美國國家走下坡的一個很嚴重的 訊號 你知道中國古代如果要走入王朝的末年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皇帝 這個 對朝政 一竅不通的 然後 對只喜歡做自己的事吧 然後整個 朝政就 爬的往下走 美國也許有其他的體制 可以稍微避免但是也無法避免 他美國總統因為他美國總統權力最大 當美國總統是一個白目白丁的話這個國家就往下走 就像 美國 很能幹的這個歐巴馬跟這個 克林頓 布希基都蠻能幹的 接下來就每況愈下了 有一個說 新冠疫情要喝清潔水的川普 那接下來就是 有一個 整天不曉得幹嘛的 撒不論登的 老是腦筋不知道裝什麼東西的 拜登 現在來個腦筋都是稻草的一個賀錦麗 所以美國的國力是 已經進入開始衰退了 領導人會出現這種現象是一個國家衰退 蘇聯也是這樣子 蘇聯聯繫好幾個腦太隆忠 所以有人開玩笑 蘇聯整天在出病 有沒有 聯繫好幾個已經倒了上位沒多久就出病 上位沒多久就出病 郭桑一天到晚都在辦 所以有人就挖苦說 蘇聯共產黨現在改成仗儀色 比較實際 然後到最後弄上來一個 少不經事的 哥巴氣夫 整天說大話 什麼事都不做 做不了 比如他上來第一個是做什麼工作 你聽人家好笑 你再忘了這個人 當時大家跟我台灣都在歌頌他 可是他有一個動作我看 蘇聯慘了 沒有人相信我啊 你在做什麼事嗎 他上來敬酒 敬酒 不准喝酒 他覺得 俄羅斯人喔為什麼生產力低下 就是喝了太多 這個 福特加 巴嘎 所以他敬酒 社會大亂 我知道這種咖一出來的話 蘇聯就沒救了 後來就講大話 開放啊什麼講的就講大話 可是我 很不幸喔 我這個人 判斷事情會 都會抓住一個要點 都會不幸嚴重 哎呀這個 只是 後來 蘇聯就瓦解了 越搞越離譜 越搞越離譜 整天正式不做 一下子主席團不好 當 俄羅斯 蘇聯主席 改成走統制 改來改去 這邊的腦筋都有問題 不過 希望都捧了他 捧了他 希望捧一個 一個小混球 對他好 現在美國 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 美國會很慘 會很慘嗎 可是 民調顯示賀錦麗在經濟方面 比川普受信任 好笑是說 他們更不曉得賀錦麗在經濟方面 有什麼主張 他們只知道川普很可怕 對對對 這是美國的悲哀 民主政治是能夠顯現舉能 那我們看到美國的歷代的總統 再差都還可以 但是沒有想到連續三個都很差 這個 川普很差 拜登很差 賀錦麗很差 欸你是預言賀錦麗會當選 我不是不是 我不是預言 是候選人都這麼差了 對不對 不管誰當選都一樣 都一樣都很差 你看喔這個最近對賀錦麗的好消息 真的很多 剛剛講說經濟 他比川普得到信任 航運業者也警告說川普當選會對貿易 帶來危險 那還有這個媒體寫說 川普當選是中國的惡夢 因為貿易戰的第二輪 就要開打了 大家都在幫 賀錦麗嗎 你說賀錦麗就不開打嗎 我不知道 上次川普開打這個貿易戰 拜登有放鬆嗎 沒有 更積極 在科技上面加壓 這個是整個美國的氣氛 不管誰上台 一定會對中國 加緊中美的矛盾 因為美國人覺得我現在打會贏 再過幾年我打不贏 所以這可能會更加積極的 就是 也不叫中國的惡夢啦 中國就是要做好準備 戴好鋼盔 蓄好安全帶 準備應戰美國 因為 誰輸誰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但至少第一輪看起來是美國輸的 第一輪 就是川普這一輪到拜登這一輪是美國輸的 iphone的狀況 並不是他 我跟妳保證蘋果不會打 喔不會打 他只是在中國的時候 他的 iphone的 銷售量在衰退 持續衰退的趨勢沒有改變啊 除非他出 除非他出現很亮麗的新幾種 那 iphone有沒有能力射擊出來 有 有 可是問題他現在的問題是他每射擊一樣都覺得 被嫌 我跟你講一種人喔在衰的時候 人家都會嫌 喝水都會嗆到了 真的喝水都會嗆到 美國人都在嫌 何況咱們中國人 咱們中國有很多選擇嘛 花樣對不對 華為啦 小米啦 Volvo啦 連那個非洲人都用船衣 都用中國做的 有趣的是非洲人說 船衣是什麼中國做 是我們非洲做的 你落地生根啊 落地生根 這非常幽默的一件事情 那你這個東西 我問你 你蘋果的所有的能夠做的功能 人家都會做啊 那你有沒有不一樣的功能 你總不能說我外籤是泰和金的 我買泰和金幹什麼 買的都包起來誰看到我泰和金對不對 顯然他們的設計理念走錯方向 我們台灣也有一家HTC 以前他有紅 那為什麼後來失敗 因為走錯方向 跟領導人為什麼領導人很重要 就是 他那個Sense 真的 有錢買不到 為什麼要有錢買不到 當時 這個 HTC的CEO 他說 我這款手機 要做到音響極致 跟那個全世界最有名的音響廠商合作 我要把這音響做得好得不得了 結果他忘了兩件事情 手機都在很 吵雜的環境使用 你再好的音響大都分辨不出來 第二個 他喜歡照相 不想要用手機聽音樂 哇就掛了 從頭到尾就被打掛了 一開始的時候iPhone的攝影功能就比他強太多了 更不用講什麼華為 Volvo 對不對 什麼OPPO 就這樣被打掛了 當然 第二個原因也是有點扯 就是說 大家在走上 這個手機跟電腦 聯合 什麼協作的時候 他沒有啊 就很怪 他的不智慧 對啊 就是說他一直很堅持 花很多錢做最好的音響實驗室 他做出一個音響 是不是他在家裡面聽音響聽多了是不是 結果就徹底失敗了 這個 很可惜 一個領導人的sense 沒有去 配合市場 然後就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 一個衝擊 所以為什麼領導人值錢就在這裡啊 他就把HC搞垮了 後來他自己下台了 然後後面幕後的老闆王家這次還收拾殘局啦 HTC就要改做什麼 什麼 AR啦什麼東西啊 賺不了太多的錢 對 很可惜啦很可惜 那 股價從眼看著他一千塊 股王就咚咚咚就下來了 就下來了齁 那就是一個領導人 如果有好的領導人 再多的錢都付給他就把他搞起來 可是你要知道蘋果的 那個 地任的那個 那個創業者 厲害就在 他一開始想到 我用白色的流線型 有沒有 然後跟電腦協作 他一開始概念就對了 所以底下你就把他做出來 不是他自己會做出來 他的方向感很重要 他開車的人啊 方向感很重要 所以國家領導人 企業領導人 值錢就在這樣子 那 蘋果要 他這個方向對嗎 搞自己的晶片 這個市場考驗剛開始 不是這會對高通影響嗎 當然影響啊 因為 蘋果的 這個大訂單 那你高通到哪裡找到蘋果這麼大訂單 導了一家英特爾又要導一家高通嗎 高通是不會導啦 最好他要去說服那個美國政府 他賣給中國啦好不好 整個公司賣給中國啦好不好 這比較實際啦 這比較實際啦 高通也是很好的公司 他不只是做手機晶片要做 但是手機晶片最暢銷嘛 可是蘋果 沒辦法 這個人家的商業 就是在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他的股價就開始咚咚咚咚咚咚 一下就下來了 這個是做溜滑梯耶 對啊 所以這個重 這對他來講是重大的市場 上去也是 下來也是這樣子 這什麼聖母風是吧 珠穆朗風是吧 好可憐喔 對不對 你看 其他的 你看那個 其他的就是要死不活有沒有 對不對 不管他啦 這個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